你想开通微信支付吗? 那么你首先要完成实名认证这个环节 什么是实名认证?怎么认证呢? 别担心,请你拿出手机 我将一步步地带着你完成实名认证的操作 观看视频的同时 你还可以下载视频下方的中文ebook 把它当作一本有声书 边听边读 如果你想开通亲属卡或者微信的钱包转账功能 都绕不过去这一步 那就是实名认证 绕不过去就是指你必须完成的这一步 在今天的课程里 我将和你分享开通微信支付 以及微信实名认证的完整过程 我们首先打开微信 点击服务 再点击钱包 现在我们要添加银行卡 所以要点击Cards 添加银行卡 这时你会看到一个实名认证的提示 我们要点击同意 在这里呢 我们要选择证件类型 我们一起和大家来看一看 有哪些证件呢 首先 中国公民使用的一般是居民身份证 也就是ID Card 其次呢 我们还能看到 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护照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港澳居民居住证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居民居住证 最后一个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一般来说 对于只是去中国旅行的外国朋友 我们选择护照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填写 首先输入你的姓名 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再选择性别 紧接着我们要选择国籍 你来自哪个国家 由于我在填写这个信息的时候 用的是中国公民身份证 所以大家看到的界面 可能和我不一样 你选择的是护照 所以你需要填写 你的护照号码 以及护照的生效期 护照从哪年哪月开始有效的 以及护照的失效期 生效期和失效期 都可以在你的护照上找到 下一步我们选择职业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中文 我们一起来看看 翻译成中文的职业选择 是什么样的呢 我现在一个一个读给大家 党政机关人员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商业及服务业工作人员 农林牧与劳动者 学生 军人 无业 还有最后一个 其他 如果你和我一样 在这么多选择中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词 来描述自己的职业 那么你可以选择其他 接下来我们要填写地址 你要首先输入地区 在中国呢 我们要选择省份 比如我来自陕西省 然后再选择城市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我们有中国地址 可以填写国外的地址吗 当然可以 你有两种办法来填写 第一种办法 你可以点击 从地图选择 这样地图软件 就会自动定位 你所在的位置 第二种办法 点击填写地址 接下来 你要选择国家和地区 填写完了详细地址 请你点击确定 进入下一步 接下来我们进入 添加银行卡这个流程 如果你没有中国的银行卡 没有关系 使用Visa Mastercard 或者是JZB银行卡 也是可以用于微信支付的 当你添加银行卡的时候 会看到这样一排小字 微信号本人银行卡号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你的护照 申请的这个微信 那么你应该填写 你的银行卡号 而不是你家人 或者朋友的 接下来 你会看到这样一段提示 添加银行卡 需同意以下协议 我们点击同意 很快 你会收到一封短信 这个短信里 有一个验证码 也许你和我一样 有好几个手机号 那到底是哪一个手机号呢 当然是 你绑定微信时 所使用的手机号 最后一步 你需要设置 微信的支付密码 这个密码 是由六位数组成的 微信的支付密码 可以和你的银行密码一样 也可以不一样 总之 当你到了中国 使用微信支付的时候 你会经常需要输入 你的微信支付密码 现在你可以在balance 也就是钱包功能的位置 看到000这样的符号 说明你的微信钱包功能 已经开通了 在未来的课程中 我会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使用微信提线 还有微信充值功能 在这里要另外提醒大家 如果你使用的是国际信用卡 比如Visa Card Master Card 或者JCB银行卡 绑定的你的微信支付 那么你可以完成 日常最常见的一些消费场景 比如滴滴打车 网上购物 叫外卖 等等等等 但是你的账户 不能转账和发红包 如果你想开通微信转账 和发红包的功能 必须要拥有一张 中国银行卡 在后面的几期课程 我会专门为大家介绍 外国人怎么在中国 申请银行卡 另外 用外卡绑定的微信支付 在消费时 要注意手续费的问题 我来解释一个词 外卡 外卡就是指 外国银行卡 我们简称为外卡 绑定银行卡 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开通微信支付时 你添加了一张银行卡 对吗 这个过程人们也常常说 绑定银行卡 让我们再回到 手续费的问题 当你支付时 如果支付的金额 小于200元 或者等于200元 那么你不需要支付手续费 但如果 当你支付的金额 大于200元 你很可能要支付 3%左右的手续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节课见 完成了实名认证 不要忘了下载 视频下方的中文ebook 我们已经帮你总结出了 今天用到的关键词汇 核心句型 把今天学到的 全部变成你自己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节课见